2021年秋斯敦世平赛女子单打决赛 两位中国选手之间的内战 王曼玉与孙颖莎迎来最后的对决 在此期间两人刚刚夺得女双的金牌 紧接着就进行了女单决赛 第一局比赛开始 孙颖莎利用速度快的优势建立了领先 王曼玉逐渐打出手感 开始逐渐追赶比分 后来双方也是你追我赶 不断交替领先 不过后半段孙颖莎既高一筹 率先赢下首局比赛 第二局孙颖莎依旧很稳重 利用自己的特点一直掌握着比赛节奏 不过王曼玉随机应变能力很强 最后也胜一局 第三局孙颖莎利用王曼玉失误多的机会 接连取得4分领签 随后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第四局和第五局王曼玉打得越来越好 利用孙颖莎没有找到手感的时机 迅速扩大比分优势 最终也是3比2率先拿到赛点 第六局孙颖莎背水一战 开局打得更积极4比0领先 王曼玉及时抑制对手的攻势 加强出球质量 连得4分追至4比4 随后孙颖莎叫了暂停 并在暂停回来之后连得3分 王曼玉稳住心态 慢慢追赶 双方多次造成赛点 但就是不能连续得分 最后王曼玉还是极高一筹 赢得胜利 最终王曼玉总比分4比2击败王曼玉 继女双后再夺女单冠军 与孙颖莎一样成为本届世拼赛的双冠王 人民日报官方社交软件也是点名表扬 王曼玉和孙颖莎 中国队威武 从现在的成就来看 王曼玉正在成为新一代国平女王